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冷暴力》,《冷暴力》这本书里指的就是精神虐待。 精神虐待是一种极其普遍,却也极其难以察觉的虐待。 广东省复联的一项调查发现,有29.2%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虐待。 中国法学会的另一项社会调查也发现,在发生矛盾的家庭中,有88%的夫妻之间出现了精神虐待。 谩骂、恐吓,这些手段都是精神虐待的手段。 有人把精神虐待比作一种不折不扣的心理谋杀,更可怕的是,他往往伤人于无形,令人难以察觉。 受虐者一方面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虐待,从而陷入被伤害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脱身。 而施虐者呢?很多人在对他人展示出施虐行为时,他们往往也意识不到。 这本《冷暴力》就是一本帮你认识和应对精神虐待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玛丽·弗朗斯·伊里格阳是法国的医学博士、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治疗师。 1998年,他就在这本《冷暴力》中首次提出了精神虐待这个概念。 这本书自出版以来,畅销二十年而不衰,是了解和研究精神虐待必读的心理学著作。 到底什么是精神虐待?我们如何识别精神虐待呢? 如果遭遇了精神虐待,又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些疑问入手,分三个部分对这本书进行解读。 第一,什么是精神虐待?如何识别精神虐待? 第二,谁是精神虐待的施暴者?谁是受虐者? 第三,我们怎么应对精神虐待?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精神虐待?如何识别精神虐待? 精神虐待是指不通过殴打等暴力手段来解决矛盾冲突,而是通过孤立、轻视、冷淡、疏远、关系攻击、冷嘲热讽等不作为手段。 从心理、情感和精神层面不同程度的伤害,甚至是虐待对方的一种软暴力攻击方式。 我们先来通过一个例子,来认识一下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精神虐待。 丈夫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助理,慢慢地就疏远了妻子,甚至有意无意地用精神虐待的方式伤害妻子。 精神虐待的第一个征兆就是,丈夫的心情永远不好,晚上回家的时候自己做自己的事,不理会妻子的问候,和妻子没有任何交流。 丈夫从来也不会直接指责妻子,但是会用看似不经意的语气说出伤人的话。 比如说,她开始把妻子称为肥老太婆,妻子当然会感到难受,但是当她想去表达自己很难受时,丈夫就是面无表情,不回应,不沟通。 后来,妻子终于忍不住发火,丈夫就开始抱怨和指责,你个泼妇,没有一天不发脾气,能不能消停。 后来,妻子越发觉得难以忍受,开始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情绪失控,朝丈夫吼叫等,丈夫则将妻子的行为上升到了人格层面,说妻子性格有缺陷,有暴力倾向。 发展到这里,其实丈夫和妻子已经在互相伤害了,只是妻子的攻击是能看见的,丈夫的伤害则隐藏在日常的冷漠和不作为之中。 面对这样的局面,妻子希望通过沟通来结束这样的互相伤害,丈夫则始终拒绝沟通,选择逃避和远离妻子。 妻子感觉受到了委屈又无处倾诉,最终不堪忍受的妻子选择了分居,并且最终决定和丈夫离婚。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在得知妻子要和自己分居之后,丈夫反应非常激烈,她对妻子咆哮说,你要把我赶出去,让我无家可归,你实在是太恶毒了。 而妻子呢,她把丈夫的这种激烈的反应归咎于自己,她觉得,丈夫是因为要被迫与孩子们分开很痛苦,所以才反应这么大,是自己太狠了,不能怪丈夫。 分居之后,丈夫又告诉家人和朋友,是妻子把她赶出去的,这让自己的日子很难过,她还把妻子说成了个大恶人,对此,妻子当然不能接受了,但是她一方面觉得家丑不能外扬,另一方面还是想照顾丈夫的面子,就想私下跟丈夫辩解,希望她别再继续散播这种对自己不公平的言论。 但是因为丈夫始终拒绝跟她直接沟通,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最后,万般无奈的妻子只好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对丈夫提起了诉讼。 在刚刚的这个例子当中,就包含了很多精神虐待的手段。 比如说,丈夫在贬低妻子的人格,因为她说妻子的性格有缺陷,有暴力倾向,是个泼妇,是不折不扣的疯子。 再比如,丈夫对妻子的言语和行为进行了歪曲,因为妻子想要分居和离婚,其实是因为丈夫对她很冷漠,拒绝和她沟通。 但丈夫声称是妻子故意将自己赶出家门,让自己无家可归。 此外,丈夫还对妻子百般嘲讽和蔑视,因为她看似无意地给妻子起难听的外号,肥老太婆,对妻子进行嘲讽。 但是当妻子想要表达对此的难受和不满时,丈夫又以冷漠回应。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家庭精神虐待中比较常用的手段。 其实在整个精神虐待的过程中,还贯穿着一种基础的,但是难以察觉的精神虐待方式,那就是拒绝直接沟通的姿态。 事实上,精神虐待最主要手段就是拒绝直接沟通。 我们刚刚提到,在精神虐待中,施虐者会采取很多手段虐待受虐者,但这些手段很多都是建立在拒绝直接沟通的基础之上。 因为,拒绝直接沟通的直接后果,就是会留下各种揣测和误解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内,其他的方式才会变成精神施虐的手段。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嘲讽和蔑视。 比如说在职场中,如果员工某项工作没有做好,老板会吼员工,你怎么这么没用,什么事都做不好。 是不是说这个时候,老板一定是在对员工进行精神虐待呢? 答案是,不一定。 假如老板在对员工嘲讽之后,会跟员工说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员工告诉老板,你这么说我,我感觉很糟糕。 老板听后有所改变,那就不算精神虐待。 因为交流的双方可以进行直接沟通,澄清误解,消除揣测的空间。 通过上面的例子和讲解,我们了解了精神虐待的定义,以及它在婚姻家庭中的表现。 但是精神虐待并不仅仅存在于家庭中。 在另一个人生的主要活动场所,职场中,精神虐待也很普遍。 在职场的精神虐待中,拒绝直接沟通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 在这个基础上,常见的职场精神虐待的方式还包括这六种。 第一,是打击信心。 就是施虐者以非语言的形式间接攻击受虐者。 比如说恼怒的叹息和耸肩,蔑视的表情,含砂摄影,欲言幼稚,假借开玩笑,逗弄和讽刺受虐员工等等。 比如说,有的领导可能会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员工说,你真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蠢货。 第二,是破坏名誉,就是迂回地引起别人的怀疑,然后再用影射暗示的方式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发别人的误解,从而让场面变得对施虐者有利。 我们举个例子,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刚到一个企业上班,同事们经常对他提出一些本职工作之外的请求。 有几次他实在是没有时间,于是就拒绝了一个同事的请求。 这个同事在公司经常有意无意地抱怨,有些毕业生就是金鬼,一点粗活都不能干。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大家对新员工的误解,达到报复和施虐的目的。 第三是孤立。 在职场中,有的施虐者会切断受虐带员工与外界联系和结盟的机会,将他孤立起来。 职场中最常见的孤立方式是组建小团体,将受虐者排除在团体外。 团体内成员一起活动,信息共享,用这样的方式对团体外的受虐者施加压力。 第四是欺凌。 这种精神虐带的方式在职场中的主要体现是,要求受虐者做无用或者低下的工作,或者设立一些根本达不到的目标要求受虐者完成。 比如说,一家IT企业招了一名拥有名校计算机硕士学位的员工,但是每天只是安排他看管公司的打印机,没有任何解释,这就是一种欺凌行为。 第五是迫使受虐者犯错。 这是打击他人的有效招数。 施虐者不仅事后可以批评或贬低受虐者,还可以借机破坏对方的自我形象。 比如说,明知道某职工是个新手,却故意把最难完成的任务交给他。 如果他没有完成,就可以对他进行嘲讽和人格贬损。 第六是性骚扰。 比如对同事说下流话,或者用不恰当对方也不愿意的方式触碰对方。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的是,在工作场所里布置比如淫秽图片这样的东西,让受虐者难堪其实也是性骚扰。 现在,我们知道了精神虐待在家庭和职场中的一些常见的表现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家庭和职场中的精神虐待的方式并没有明确的分界。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手段都可能出现在家庭、婚姻、职场或者其他场景的精神虐待关系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精神虐待是怎么逐步深入的,又会产生什么后果。 精神虐待通常是步步深入的,在一开始你甚至不会察觉到,但是慢慢地受虐者会感觉步履为艰,开始怀疑自己逐渐变得忧郁。 作者把精神虐待行为分为两个阶段,人格腐蚀与公开暴力。 在人格腐蚀阶段,施虐者通过拒绝直接沟通,通过嘲讽和语言歪曲,否定人格等手段对施虐者进行操纵。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刚才的例子中,丈夫对妻子不理不睬,和妻子没有任何交流,完全忽略妻子的感受。 久而久之,妻子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而且为了不惹丈夫生气,她会表现得小心翼翼。 但是她发现不管自己怎么做,丈夫好像都不会开心。 慢慢地,她感觉满腹委屈,无处诉说,人也变得神经兮兮的。 这里边,其实就是丈夫在通过非直接的沟通,对妻子进行操纵。 这是精神施虐,人格腐蚀阶段的一个表现。 在人格腐蚀阶段,受虐者还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被精神虐待。 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受虐者还一直往自己身上找原因呢。 但是慢慢地,有的受虐者就会发现, 不对啊,这不是我的错呀,是他在虐待我呀。 凭什么我要来承受这些呀? 不行,我得反抗,我不能让他这么对我。 受虐者开始反抗,想要改变施虐,受虐关系的时候, 往往会遭到施虐者变本加厉的攻击。 但之前的那些套路,对受虐者已经不管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加明显的施虐手段。 这个时候,施虐、受虐关系就进入了精神虐待的第二个阶段, 公开暴力。 还是之前的例子,妻子在多次尝试沟通无果之后, 决心要和丈夫分居,离婚。 于是丈夫的施虐策略开始走上台面, 更易开始表面化。 更易一旦明示,就会连带产生毁灭受虐者, 也就是妻子人格的想法。 施虐者为什么会恨受虐者呢? 从潜意识的角度, 这其实是因为受虐者, 也就是妻子, 想要挣脱这段婚姻。 这个想法破坏了施虐者的自恋幻想。 关于这一点, 我们会在第二部分《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剖析》中重点再讲。 但是在意识层面, 施虐者会合理化自己的恨意, 方式就是责怪受虐者压迫他们。 回到例子中, 在妻子决定分居离婚后, 丈夫责怪妻子故意将自己赶出家门, 让自己无家可归, 还在亲友面前装成受害者, 这样他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对妻子施虐。 妻子感觉到自己被逼到角落, 必须有所行动, 但是因为丈夫无法沟通, 只能使用极端的姿态或严重的情绪爆发, 来试图挣脱当前的关系中的不利位置。 但是在外人看来, 任何冲动的, 尤其是暴力的行为, 都属于不正常的范畴, 因此在几次情绪爆发之后, 大家反而同情起丈夫来。 丈夫也趁机对妻子进行重伤, 最后, 不堪忍受的妻子在律师的建议下, 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好, 通过上面的阐释, 我们知道精神虐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可以分为人格腐蚀和公开暴力两个阶段。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精神虐待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根据精神虐待对受虐者影响的持续时间, 可以将精神虐待的结果分为短期后果和长期后果。 首先, 受虐者在短期可能会出现退缩、 混乱、 怀疑、 恐惧等反应。 举个例子, 在电影《搜索》中, 高圆圆饰演的女主人公因为在公交车上拒绝给老人让座, 被网友人肉了。 然后她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精神施虐, 比如被各种无端的指责和谩骂, 她的人格还被侮辱, 隐私也被公之于众。 之后, 她开始尽量回避社会交往, 作息变得紊乱, 压力上升, 甚至开始怀疑自我和人生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短期施虐造成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影响。 如果长期遭受精神虐待, 则可能会出现精神创伤和代偿失调。 精神创伤的标志是, 受虐者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某些症状, 比如说赏回, 就是经常想起精神虐待发生时的画面, 还有就是回避, 就比如说受虐者因为受到职场的精神虐待, 在离职之后的数年都不想见到前公司的大楼, 或者见有关的同事。 代偿失调又是怎么回事呢? 心理上的代偿指的是用另一种事物, 比如说幻想, 去代替自己的缺陷, 以减轻缺陷的痛苦。 而当代替物业无法减轻缺陷带来的痛苦时, 代偿失调就发生了。 比如, 有的受虐者无法从一段精神虐待的关系中获取爱和关心, 就是我们说的处于缺爱的状态。 受虐者怎么应对这种状态呢? 答案是通过心理机制进行代偿。 比如说一个孩子, 老是遭受父母的精神虐待, 他就会使用代偿的心理机制。 比如说, 他可能会说服自己, 父母这样对我都是为我好。 或者, 虽然他们经常对我不好, 但是其实人并不坏。 通过这种方式, 让自己能够在心理上获得父母的爱和关心。 但是随着虐待的加剧, 原来那些说服自己的理由也站不住脚了。 这个时候, 代偿失调就发生了。 代偿失调是受虐者精神世界的轰然崩塌。 受虐者可能会因为精疲力竭 而忧郁。 具体表现为感到空虚、 倦怠、 没有精神, 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 甚至尝试自杀。 另外一部分受虐者则会身体虚弱, 体重减轻, 出现溃疡和心血管疾病。 这些就是精神虐待所带来的长期的破坏性的影响。 好,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之前的内容。 我给大家讲了精神虐待的定义。 精神虐待的外在表现, 包括拒绝直接沟通, 言语歪曲, 人格贬低, 孤立, 嘲笑, 嘲讽和轻蔑等。 我还给大家介绍了精神虐待的两个阶段, 那就是人格腐蚀和公开暴力。 最后, 我给大家讲解了精神虐待的短期和长期后果。 了解到精神虐待的表现, 阶段和后果之后, 我们就可以试着鉴别身边的一些现象, 是不是精神虐待了。 比如说, 刚刚在听到咱们对精神虐待的讲解之后, 你可能会问, 我们朋友和同事之间, 也常常会说一些看似精神虐待的话。 比如说, 你个死胖子, 脑洞大的能放下整个地球, 或者你就是个折翼后头部先着地的天使等等。 这些算不算精神虐待呢? 首先看表现, 仅仅从语句内容来看, 这些话确实像是精神虐待。 但是他们说话的语气, 语调等非语言信息会告诉我们, 他们真的是在开玩笑, 而不是想要操纵这段关系。 换句话说, 说话者并没有进行人格腐蚀, 更没有发展到公开暴力。 最后, 从结果上来看, 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样的玩笑, 不会因此出现退缩、 恐惧、 怀疑等反应, 更没有精神创伤和代常失调。 综上我们可以做出鉴定, 朋友或者同事之间的某些 看起来像是精神虐待的玩笑, 并不是精神虐待。 下面,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 谁是精神虐待的施虐者, 谁是受虐者? 首先, 谁会成为施虐者呢? 其实在一定的环境下, 谁都有可能产生施虐行为。 比如在网上,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 我们时常见到各种网络暴力的例子, 比如前段时间某位明星突然离世, 他离世的原因在网上被反复抹黑, 他的离世也让自己的一众好友 遭受了网友莫名其妙的攻击, 攻击的理由五花八门。 如果他的好友没有悼念, 就是没有良心。 如果好友发文悼念就是借机炒作等等, 总之不管怎么做, 都要被网友骂。 这些其实都是对他人的精神虐待, 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施虐者。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任何人在一定的环境压力下, 都可能采用虐待行为来缓解内心的焦虑。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产生过 想置他人于死地的想法。 我们也可能会为了某种目标, 而操纵别人。 这些都不一定是病态。 作者认为, 一般人与施虐者的差别在于, 我们的虐待行为与感觉是短暂的, 事后会后悔自责。 施虐者则会利用别人, 毁掉别人, 而丝毫没有罪恶感。 作者在书里主要讲了一类人, 他们特别容易成为施虐者, 他们就是自恋的人, 具体的来说是反常的自恋者。 心理治疗的理论认为, 自恋者的性格特征包括自我忠心, 需要赞美, 不容许批评等。 那为什么自恋者容易成为施虐者呢? 精神分析的理论认为, 自恋者因为某种原因, 比如说身处一个溺爱的环境, 基本上愿望都会被满足, 很少受到挫折。 这样的话, 他们的潜意识会认为, 生活的很多部分, 包括他人, 都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 从心理发展的视角来看, 能够控制的部分, 会发展成自我的一部分。 这个自我, 就是个体心理上对于我的认识。 因此, 对于自恋者来说, 这个世界, 包括他人, 都是自我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他们的自我, 包括他人, 甚至这个世界, 我, 就是世界。 而真正平等对待的他人, 是不存在的。 这样,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 自恋者容易成为肆虐者的第一个原因。 他们没有清晰完整的自我, 我, 就是世界。 他人, 是不存在的。 因此, 对自恋者来说, 不存在与他人的关系, 也不存在他人的情感, 自然也不存在对他人的虐待。 我就是世界, 世界, 也理所当然为我服务。 第二个原因是, 自恋者往往十分自大, 一切善恶与真假的标准由他来判定。 因此, 他们的价值观仿佛总是无懈可击。 这样一来, 如果和别人发生冲突的话, 就必定是别人的过错, 而他们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向对方施虐。 在自恋者的逻辑中, 他们从来不会有错。 这样的可怕之处在于, 你没有办法反驳他们的伤害和指责, 这往往会让受虐者处于无助的境地。 当然, 不是所有自恋性格的人都喜欢虐待别人, 反常的自恋者是贬低攻击别人, 以凸显自己是最好的。 另外一些人虽然自恋, 但自恋会驱使他们在社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证明自己的优秀, 是一种健康的自恋。 为便于理解, 我们在解读中提到的自恋者,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指的就是反常的自恋者。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谁会成为受虐者。 从前面的施虐者的部分可以看到, 施虐者很少会刻意选择受虐者, 因为对于施虐者而言, 受虐者没有特别之处, 都是可以替换的物品。 换句话说, 他们是谁并不重要。 他们之所以成为受虐者, 只是因为正好在某个时间出现, 有意无意地触发了施虐者的攻击冲动。 虽然受虐者无法选择不受施虐者的虐待, 但是在遭到精神施虐的时候, 不同的人的回应是不同的。 比如说有的人会用比较公开激烈的方式来回应和反抗, 但也有些人会选择沉默, 甚至责怪自己。 作者指出, 有这么三种人特别容易陷在施虐受虐的关系里出不来。 第一种也是比较典型的, 是有忧郁型性格的人。 忧郁型性格的人用作者的话说, 他们有良性, 又天性爱责怪自己。 经常将憎恨和批评指向自身。 有些人喜欢工作和关系都井然有序, 会为自己关心的人奉献自己, 却对接受别人的恩惠有所迟疑, 这是理想的受虐者。 另外两种是经常无保留地表达自身感受的人, 以及显得天真好骗的人。 前一种情况举个例子, 有些人会忍不住表达拥有某件事物的感觉多么的美妙, 发朋友圈、微博、空间, 想要秀一秀, 这样一来, 就很可能引起施虐者的妒忌和攻击。 那些显得天真好骗的人呢, 他们无法想象施虐者有喜欢破坏的天性, 因此会为施虐的行为寻找解释, 认为只要我解释, 他就会明白并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这部分受虐者想尽量坦诚, 并为自己辩护, 但是这些不但无助于终止施虐者的行为, 反而会使自己处在一个更加被动和容易受伤害的位置。 施虐者和受虐者他们之间的施受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呢? 前面说道, 虽然我们可能都存在某种条件下, 会有施虐的冲动甚至行为, 但是我们并不都是施虐者, 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施虐都跟情景特性相关, 比如网络的匿名性, 专制的环境等都可能引发施虐冲动, 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 施虐行为就会终止。 自恋者却不是这样的, 他们会制造和维持一段施虐、受虐关系。 最有代表性的是自恋型的施虐者和忧郁型的受虐者构成的施虐、受虐关系。 自恋者表现得比较自大、冷漠、经常指责他人, 而忧郁者则怀着深深的内疚感, 觉得只有自己为别人所用, 并从给别人带来快乐中得到很大的满足。 在这样的关系中通常是忧郁受虐者不断地付出和奉献, 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打动自恋施虐者。 忧郁受虐者就会加倍努力疲于奔命, 产生罪恶感, 把自恋者的施虐行为归结为都是我不好, 于是更加自责, 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直到生命力浩劫。 这里给大家补充一种互动的情况就是, 自恋的施虐者可能会制造出忧郁的受虐者。 这种情况常见于亲子关系中。 举个例子, 父亲是个自恋的施虐者, 他一直认为孩子应该满足他的愿望, 每次都要考第一名, 音乐、美术都要精通, 否则就对孩子进行谩骂和攻击。 但是这些愿望往往难以被完全实现。 如果一个孩子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就会渐渐认同父亲的标准, 随后他就会有一种受挫和自责的感觉。 这种内在的情感会驱使他们更加努力去迎合父亲的期望。 但是这些期望往往无法被实现, 从而导致受挫和自责的感觉进一步加深。 长此以往, 孩子陷入一种失败、 努力、 再失败的恶性循环, 慢慢地对自己失去信心,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进而陷入忧郁。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部分, 关于施虐者、 受虐者和施受关系。 在这个部分中, 我们讲解了反常的自恋者容易成为施虐者, 而具有忧郁型人格或者天真好骗, 经常毫无保留地表达自身感受的人, 更容易成为受虐者。 我们也看到, 自恋的施虐父母可能制造出 忧郁的性格类型的孩子。 既然精神虐待这么具有破坏性, 那么在我们遭受到精神虐待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下面, 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如何应对精神虐待。 我将结合书里的内容和我自己的经验, 给你介绍以下三步方法。 第一步, 调整应对方式, 无论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施虐受虐关系, 摆脱的第一步都是认清虐待的过程。 在遭受精神虐待的时候, 受虐者可能更多地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比如, 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啦, 是不是我能力不够啦, 等等。 在意识到是精神虐待之后, 第一步就是要放弃之前的思考方式, 坚定地相信是施虐者造成的如今结果, 并且伤害了自己。 第二步, 行动起来。 在完成了上一步的心理转变之后, 下一步就是行动。 行动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让旁观者看清虐待的过程, 将危机摊在众人面前, 并且积极寻求他人的帮助。 怎样将危机公开呢? 作者也给我们支了几招。 如果是家庭中的精神虐待, 受虐者要尽量避免和施虐者直接接触。 如果一定要接触的话, 最好要有第三者在场。 如果施虐者通过电话继续虐待行为, 受虐者可以选择换号码, 或者将通话内容录音。 如果是职场中的精神虐待, 可以先向公司的人力部门主管求助。 而在行动上, 为了预防虐待行为发生, 受虐者不能让施虐者给自己的命令或指令中 存在任何模糊暧昧的东西。 若这种要求遭到拒绝, 就要提出书面请求, 为之后可能的冲突保留证据。 最后的方案是诉诸法律。 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中, 法律都是保护我们 免于精神虐待伤害的重要武器。 我国已经出台了反家暴法, 可以为家庭精神虐待的受虐者提供法律支持。 而关于职场中的精神虐待, 相关的法律也在逐步完善中。 第三步, 心理对抗。 为了从心理上对抗虐待行为, 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有时候, 只要一个人表达对受虐者的信任,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使受虐者重获信心。 为了获得这种心理支持, 我们可以向值得信赖的亲人和朋友求助。 如果在公司的话, 也可以在公司内部进行求助。 如果周围无法寻求到有效的帮助, 那就去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 心理治疗的意义在于引导受虐者察觉自己的行为模式, 发掘受虐者的资源, 修复因为精神虐待产生的创伤。 在我国一二线城市的心理服务体系已经逐步完善。 而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心理治疗不是那么发达, 你可以拨打免费的心理服务热线, 获得心理咨询的帮助。 好,我们对冷暴力的解读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解说的主要内容。 第一,精神虐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暴力。 它的外在表现包括拒绝直接沟通, 言语歪曲, 人格贬低, 孤立, 嘲笑, 讽刺和轻蔑等。 一般精神虐待会经过两个阶段, 那就是人格腐蚀和公开暴力。 受虐者会出现退缩, 混乱, 怀疑, 恐惧等症状。 长期受虐的人甚至会出现精神创伤和代偿失调。 第二, 我们讲了人人都有可能出现施虐行为, 但异常型的自恋者更有可能成为施虐者, 而忧郁型人格更有可能成为受虐者。 有时候自恋的施虐者可能会制造出忧郁的受虐者。 第三,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应对精神虐待的三个步骤, 帮助大家更好地保护自己, 免受精神虐待的伤害。 好, 《冷暴力》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